我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 商薰收购清河股份 超过百分之二十 什么情况 他们真正的目的 是要夺取清河的控制权 喂 陆总 你能帮我约一下何总吗 你想约合约鸾 对 陆总的意思是 想让人灵保险和清河 达成一致行动人 对吧 对 这次过来 我就想 可以促成这个合作 其实你们来找我之前呢 商薰已经跟我们公司联系过 他父亲一心梗发作 正在重症抢救呢 陆总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何月岚 会把事办成这样 我现在没有心思 讨论这些事了 何月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之前是怎么说的 您说 您说 咱们俩是同行 金融市场变化莫测 是我一个人可以控制得了的吗 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新平资本有很多很好的项目 如果资金断了 挺可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脱镜了 快 脱镜了 你怎么这么沉呢 心挺不紧 少说话吧你啊 有这么个男朋友 好福气哦 什么男朋友 我是他老板 前老板 哦 那就更有福气了 小鸽子 我知道是特别好的地方 今晚咱们就去蹦蹦蹦 怎么样 不感兴趣 我觉得挺好的 好不容易完成了任务 放松一下 邓女孩 你挑的什么破地方啊 你回家好好支持你的眼睛嘛 你都瞎成什么样了 你才悠言无诛呢 小鸽子这么好的员工 都让你给吓走了 肠子回香了吧 喝完了 嗯 喝太快了 啊 那我去买点吧 啊 啊 Open 喝醉了 喝醉以后呢 不小心 你 亲了一个女生 那你说这个女生 又怎么行 陆明明 这个男的不会是你了 这个女的不会是柠檬了 你俩到底干啥了 怎么可能 咱们俩早就应该静下来 好好打一打 我好好想了一下 我对你跟对其他人的感觉 确实不太好 你爸上学体检 最近血压有点高 你跟他们说这个干什么呀 就因为刘怡关心你一句 你就不耐烦了 长辈的事用不着你管 我本来是不想婚 但你对我妈就是这样 要不然我妈也不可疑走 如果这个家你不想回的话 你不要再回来 你真以为我想回啊 来吧 蛋糕没吃上 吃完长输面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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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对孟姐打击有点大 从小学到高中 都是孟姐陪着她慢慢长大的 特别是她爸妈分开之后 也就只有孟姐能陪陪她 所以这么多年 她一直在等她 宁萌 这职场是由人跟事构成的 工作能力非常地重要 但不可能脱离人而存在 特别是咱们搞投资这行 就更需要很强大的人脉资源 你能够把关系维护住 维护好 这是你的优势 我想跟你一起搬家 为什么呀 我付不起她额外的代价 我不想什么事都是靠她 或者间接靠她 才搬成的 她为什么搬啊 搬哪儿了 你不觉得你对宁萌的关系 有点过吗 有吗 没有吗 我最近真的在 非常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创作状态 那这么说 您确实状态不好是吗 不好意思 采访结束 海小姐 您在创造这幅画是不准的状态吗 不好意思 采访已经结束了 你不要打到我了 采访好吗 干吗呢 海小姐 你怎么这么拍照了吗 哪家媒体的 你仔细看过她的话吗 她的话挺打动我的 有一种治愈的力量 给她点空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能把柠檬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上次她说联名设计的事 我想试一下 柠檬 韩依梦的情况 你了解多少 怎么了 那幅画的版权有问题 什么 韩小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叫隋堂的人 是依梦的前代 那这幅画 到底是谁创作的 林某 这话什么意思 这幅画一直都在我这儿 如果你们需要她去做证的话 你愿意帮忙 干吗 谢谢 刚才 孟杰已经说过了 这声谢谢 是我的 好 我收到了 这北前两天下大暴雨 茉盖山好几个地方都山里滑坡 我听说你在山上真有点风景不像 你不希望宁萌跟她在一起呢 她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跟我没什么关系 其实我觉得 你和宁萌挺搭的 你好好证实自己的内心吧 你好好证实自己的内心吧 还是让孟杰说得透出 你得好好证实你的内心 不明白 这不是已经证实了吗 来 谢谢 我觉得苏维然不靠谱 你能不能不要再揣测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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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觉得她哪儿好啊 我都说了你不要跟她绑定项目 而结果你 你跟她本人绑定了 是吧 请问你是以什么样的立场 来问这样的问题呢 她好还是不好 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您不觉得自己多管闲事了吗 你们陆总这样有多久啊 一个多钟头了 时间静止了一样 太瘦了 你也瞧醉了 陆总啊 来了 林萌 帮我招待一下陆总 我去换衣服 施总 那个我刚想起来 我约了乐会的刘总 我得先走了 有时候 不想跟一个人扯上关系 那光躲是没有用的 反正 不该演关系的 迟早都会散的 那不该散的呢 你就算躲到天涯海角 也没用 这就是人跟人的宿命 不懂真正好老板 对一些员工还这么上心 难得 应该的 你是在给他追求你的机会吗 什么叫我给他追求机会啊 他们这些富二代想什么 我最清楚了 他们追求人说他就是无口无入 你这么单纯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 你不信任他 你也不信任我 你叫我 你叫我怎么信任你